华人世界客家族进行生日组来到了广东省惠州市 古老的村庄延续着千年美味 当地的客家人经常吃的一道菜 客家美食大龙瓷 为什么世代母女相传 客家生哥妹子如何成为响意世界的明星 欢迎您收看华人世界客家族进行第六十集 惠州 岭南明郡客家女 离开惠州市区 华人世界客家族进行世日组来到了博罗县境内 博罗县位于惠州市西北部 面积2858平方公里 总人口79万 其中客家人占一半左右 登山不到罗浮甸 举步万里也突然 没错 现在我就是来到了位于惠州市 波罗县县长宁镇境内的罗浮山上 这座山真的不愧被称之为岭南第一山 从这空中看下去让人感觉是非常的雄伟神奇和壮丽 罗浮山海拔1296米 素有岭南第一山的美誉 它地处北回归线上 常年雨量丰沛 温度适宜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有时写道 罗浮山下四十春 卢菊杨梅 刺底心 应是对罗浮山最真实的写照 山中蕴藏的丰富特产 让客家信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散去周边 从罗浮山一路向北 我们来到了藏匿在深山中的苏劳村 独特的气候条件啊 让生活在这里的客家祖先是培育了一种蔬菜 叫做苏劳菜 而北宋的大文豪苏东坡 在品尝完这道蔬菜之后 称赞到肥美如高仙人菜 因此呢 苏劳菜又获得了仙人菜的美誉 苏劳 其译为奶酒 群山环抱下的十四点五平方公里的沃土 像奶酒一样 滋养着一千八百多口可嘉人 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说秦朝著名炼丹术史安七生 又一次喝醉了 他杯中的雨酒 恰好撒在这块土地上 其仙气千年不化 一千六百多年前 客家祖先从现今的福田镇偶然来到这里 当他们看到大片肥沃的土地时 当即决定定居下来 阿姨 这一片苏劳菜都已经成熟了是吗 是 那您要花多长时间将它一起收割好呢 这个可以一天都收割好了 什么时候去种它 8月8月份 那一年能够种几次呢 一年种两次 要三次 陈阿姨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客家人 她告诉我们 苏劳菜属于大芥菜的一种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到中秋节前后 是它的播种期 一般四十天左右就能长到十五二十厘米高了 便可以收割了 看当地的客家老乡啊 就是用这种菜刀直接砍下来 我也来试试 砍哪个头我看看 行 用手扶着下边砍下去 您看对吗 好 用力砍一刀就可以了是吧 成功了 村里人告诉我们 其实这种菜很多地方都有 不过口感却有很大的差异 就算是同样的菜种 除了这方圆十四点五平方公里的土地 再也不会有更鲜美的味道 这一扁蛋估计有多少斤呢 谁哥 我能有 我来起一听 哇 这的确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这不能用手提得用扁蛋 帮我担回去 我帮您担回去 没问题 既然这阿姨已经开口了 我就挑上这个重刃来尝试一下 慢慢来 不行 可以的 可以 好 咱们往前走 往前走 慢慢来 不行了 我来 我来 哎呀 您看这田间的小路啊 是非常非常的窄 但是这个阿姨在我前面 真是剑步如飞 阿姨 您平时像这样挑这个担子来回 要走多少次啊 走五六下来心里挑菜 陈阿姨说 在苏劳村 种苏劳菜基本都是女人的事 这块地头 她一年下来 不知道要走上多少个来回 就算闭着眼睛也不会身交 这个苏劳果也真的是一个 熟能生巧的事 这个就是刚刚咱们一起收过来的菜 除了独特的口感 苏劳菜特殊的加工方法 也是她远近闻名的重要原因 刚收割回来的苏劳菜 要放进废水中烫一下 时间不能太长 要保持菜色清律 接着要把烫过的菜 放在阳光下亮晒 就这样把它亮晒就可以了 顶着烈日去收 然后刚煮好还非常烫 就把它放在这上面 阿姨您觉得这不辛苦吗 有一点辛苦 有一点 陈阿姨说 像今天这样的阳光 三四天后菜就会晒到八成干 据说这种加工方法 原本是当地客家县民 用来保存吃不完的苏劳菜 结果却意外发现了 苏劳菜更有实用价值的吃法 煲汤 如今苏劳菜制成的菜干 已成为很多海内外客家人 追捧的煲汤上品 家门口已经晒了三天的苏劳菜 正等着陈阿姨说 她必须敢在菜完全干透之前 进行最后的步骤 穿好这个了 就把它晒两天就干了 可以了 就等于还要晒 还要几个还没有好干 还要晒 在家门前 陈阿姨正在把刚收回来的 八成干的菜 用竹签穿起来 一次性成功了 怎么样不错吧 不错不错 她解释道 把菜穿起来晒 才会干得更加彻底 据说外地人在选购苏劳菜时 如果观察到菜头处 有未抽下的竹签 便可证明这些都是苏劳村产的菜 这道特殊的工作程序 为苏劳菜打上了正宗的标签 不过却不知 要耗费客家妇女多少心力啊 摆到我面前呢 就是一桌非常具有当地特色的客家菜 比方说有菜心 有这个山水豆腐 还有自家做这个腊肉 是吗 是 这个是新鲜的苏劳菜 还有这道要隆重的介绍一下 就是用苏劳菜做的汤 这喝上去啊 感觉非常的清淡 有一种原汁原味的鲜美 那我再吃一下这个 这个新鲜的苏劳菜吃在口里啊 觉得有一种甘甜的味道 是 这个菜吃下去 对人的身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陈阿姨说 到了种植和收获苏劳菜的时候 整个村子都会忙活起来 虽然有些累 但是每到晚上 当一家人坐在一起 品尝着亲手中的美食时 心里都会感到特别的贪士 客家美食大龙瓷的制作手艺 为什么世代母女相传 华人世界客家足迹警 惠州岭南明郡客家女正在播出 追寻客家足迹 探索客家精神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华人世界栏目 百集大型系列节目 客家足迹行 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龙江镇位于龙门县中南部 全民人口两万八千多人 其中客家人占百分之八十 从明朝 惠州客家人第一次大迁徙开始 就有客家人居住此地 而客家传统美食 大龙瓷也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 这个就是做传统的客家美食 大龙瓷的原料 当地客家人呢 自己种的糯米 而做这个大龙瓷 第一步就是要用非常干净的水 将糯米给浸泡起来 阿姨 这个用水浸泡糯米 要浸泡几天啊 要两天 对陈阿姨来说 这是个特别的日子 因为今天他要把 蒸大龙瓷的方法 交给出嫁的女儿 在龙江镇 客家大龙瓷手艺 母女相传 是个没守了千年的习俗 糯米浸泡后会变得松软 更易捣碎 为了便于我们拍摄 陈阿姨准备了一些 事先浸泡好的糯米 那这么多米大概要 刀米的工具是重达几十斤的石鹫 陈阿姨告诉我们 米粒要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反复倒压 直至其变成细腻的粉末 而这个过程可要耗费不少的体力 就感觉特别像手里有一个杠铃啊 然后就是不停地往下放往下放 对于女儿罗贵芳来说 独自承担大强度的捣碎工作 还需要一个过程 罗贵芳今年28岁 是一名服装厂的工人 刚结婚不久 今天特意来向母亲学习 大笼瓷手艺 这个就是当地的芭蕉叶 您看比我人还高呢 而且它非常的宽 这个就是接下来做大笼瓷 需要用到的材料 阿姨和她的女儿 现在正在将这个经过开水煮制的 芭蕉叶 此刻我们终于看到了笼子的模样 陈阿姨介绍 这就是当地客家人家家必备的竹笼 圆圆的笼子象征着团圆 这也是客家人在过年时制作大笼瓷的原因 那这个芭蕉叶的选择有什么区别吗 要选择就是要嫩一点的 黄嫩的芭蕉叶铺在了老芭蕉叶上面 瓷巴会吸收嫩叶的香味和颜色 铺好芭蕉叶的竹笼放在了灶台边 陈阿姨指导女儿在大锅表面摸了一层豆油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环节了 这个就是纯手工制作的糯米粉 摸在手上就有点像触摸棉花糖的感觉 阿姨现在是不是将这个粉倒到锅里去就行了 倒到锅里去 好嘞 这个整个全都倒进去吗 倒进去 搅拌是水与粉充分融合的过程 刚才说的那层豆油 刚好把锅和粘出的米粉隔离开 就这样 这阿姨是不断在指挥着女儿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 让她用力 用力倒 倒 那以前过年都是妈妈一个人做 是的 您会帮她打下手吗 我在旁边帮你点 很辛苦 感谢的 最后在搅拌好的面糊表面 拍上适量的碱水可以使大龙瓷更富有年弹性 大龙瓷的制作步骤其实很简单 关键就是火候的把握 陈阿姨回忆 当年自己很快就从母亲那掌握了制作方法 可是直到多年以后才蒸出了真正的美味 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大锅盖 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木盆 阿姨把这个盖上就结了 盖上就结了 好嘞 陈阿姨说 木制的锅盖可以最大程度保持食物的新鲜度 而且蒸汽还不容易倒流 锅盖内留存的大量空间 可以在过年时同时放入几龙瓷吧一起争 当地客家人大龙瓷的开龙是在大年初二 按当地客家人传统 这一天出嫁的女儿必须带着自己家开龙的大龙瓷 回娘家向父母拜年 而娘家也会拿自家的大龙瓷当回礼 寓意有来有往 所以龙江镇客家人历代都把大龙瓷的手艺传给女儿 两个小时后 美味 楚龙 这个就是刚刚出锅蒸好的大龙瓷 在当地呢 大龙瓷有两种吃法 一种是蒸好之后直接切片吃 还有一种是这两盘一样 煎炸了一下 而这两碗呢是佐料 一碗是蜂蜜 还有一碗是白糖水 感觉非常的有嚼头 这个炸过了之后啊 感觉外边非常的酥脆 而里边呢非常的软 形成一种非常鲜明的口感的对比 按当地客家习俗 大龙瓷要蒸的又大又厚才好 这说明新一年能取得更大的收获 他的山歌 为什么能响应世界 客家山歌也能成为流行歌曲 华人世界客家足迹型 惠州 岭南明俊 客家旅 正在播出 在惠阳区永湖镇凤嘴村 我们找到了客家山歌明星 黄红英 1995年 正是这首客家的妹子爱唱歌 让黄红英享誉海内外 不过早在儿时 他就爱上了唱山歌 那你小时候就在这个山上唱歌 不单只站上去走到喇 我走 走不走到喇 就唱到喇 1962年 黄红英出生在当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是家中唯一的女孩 不过 黄红英并没有因此受到父母特殊的宠爱 从六七岁开始 他就帮父母干农活 每当上山砍柴时 他总能听到山里的山歌声 古朴的旋律环绕着青山绿水 山歌就这样悄悄的走进了他的世界 1979年 黄红英加入了当地的歌舞团 成为一名独唱演员 从七十年代末期 我们团就成立一个流行音乐团 去巡回演出 那每次演出 我肯定除了唱流行歌曲之外 我客家山歌是一定要唱的 有客家人的话 听到他自然就会很亲切 因为这是响音 不是客家人的话 也让他们认识到 广东有个这样会唱山歌的 黄红英回忆 当年在录制《客家妹子》专辑时 原曲本来只有四句 而且曲调哀伤 后来他结合自己的演唱风格 把它改编成一首风格高亢 舒缓的佳作 时光荏苒 时光荏苒 二十多年来 黄红英一直走在推广创新客家山歌的路上 哇 这墙上挂的都是您的照片 这是历年来的我的音乐作品 这个就是在他们新加坡的 这个华乐团的音乐庭 专达的一个两岸三地客家运 新加坡的乐团来伴奏 正是一个西日客家山歌运 这场音乐会 原来两场反应非常好 那就等于说是吧 咱们这个传统的客家山歌 交响化了 现在每逢周末 黄红英一有空 就会在文化馆里交售山歌 红歌寥寥 红墨要唱很美 据黄红英介绍 东江山歌有六调式 每剧都在第六个字上结束 也有七言四句 一二四句押韵 这个真的算是兴趣 谢谢吗 汤也都黑木得很 第一次大家不要笑 老老师我有这样的建议 您能不能把这个第一句 翻译成这个普通话 叫我唱一遍 常日都是不得已 优美的曲调 通俗易懂的教学方式 让越来越多的人 爱上客家山歌 黄红英经常这样形容自己 与其说 他是一位艺术家 不如说 是一支传递客家情的 信歌 更为贴切 伴着黄红英的歌声 我们华人世界 客家足迹行事日组 结束了惠州之行 继续奔赴 下一站 千百次跌到梦海在延续 是汗水凝聚成美丽传奇 一次出发 一场光明的波浊 他平荒残留后人 打倒空虚 最难忘 火龙船等航 他的梦谷 一代代 一靠飞出 一起高居 最难的 米丘 最难 今天和明天的 心愿 有阳光 就会有 客家的足迹 最难忘 火龙船等 当他梦谷 一代代 银河飞出 一起高居 最难的 米丘 最难 今天和明天的 心愿 有阳光 就会有 客家的 足迹 华人世界 客家足迹行事日组 来到了广东省 东莞市的 清溪镇 探寻古老的客家民族 麒麟开光 跟随麒麟艺人 学习制作 扎麒麟 听清溪客家女孩 讲述她的 麒麟梦想 客家足迹行 即将播出 清溪 探寻 麒麟文化之乡 软音乐